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小春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台股直播室 今天的盘其实跟前几天好像都差不多了 指数空间不是很大 不过目前这个盘走到这个地方 它会这样子比较胶着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已经把整个盘式的未来的一个攻击时间点 跟它现在这个盘为什么会这么走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 稍微我们待会我们再来稍微带一下 好不好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的盘式只有前半场的时候 早盘震荡比较大 最多跌91点 可是到现在为止 刚才拉到平盘之上 现在涨36点 那这盘有一个特色 特色在哪里 不是指数的涨跌 是在成交量 你去看 现在成交量是1267亿 现在已经1.05分了 那到收盘呢 大概就在1500左右 有没有 所以整个量都缩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无约份怎么这样 指数在那边涨涨跌跌 要涨不涨的 要跌不跌 年线也没办法上去 你现在月线支撑右手的很稳 现在号就号在这里 对不对 好 我们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月的月线 就是这么一根 空间不大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我们直接来看 为什么盘会这样子走 如果说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 你今天拥有我们这个LINE X 我跟各位讲过说 我希望你看我们的LINE 就能够赚得到钱 因为到底盘怎么解 跟个股要走什么 这地方是相关联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想要提早知道 整个大盘的一个动向 跟个股的操作 很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这个LINE X 我要让你看LINE就赚钱 好 我们直接来看 到底盘要怎么解 上个礼拜 我们今天帮各位去规划 因为今天5月25号了 那你这个礼拜过后 就6月份了 下礼拜就6月份了 所以我们现在思考的模式是 因为5月份指数就空间不大 那你到底这个盘 来到6月份有没有机会 那到底这个盘 现在要怎么去做规划 各位你去看 盘为什么耗在这里 因为时间还不到 什么叫时间还不到 我在5月21号我就跟各位讲过 现在月线的走势是上扬的 但问题是你现在台北股 是不是只有年线的问题 上面还有一根半年线 对不对 那不是说你过年线了 这盘就过去了 你是不是能够直接挑战 年线跟半年线直接再往上冲 那你要怎么去往上冲 那时候在5月21号上个礼拜 我用季线的角度 来跟各位去做过分析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因为季线的成本还比较高 5月11号我跟你说 还有8天的时间 季线成本才会降低 所以到时候你整个下 应该说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你季线的成本是下压走平之后 它才会上扬 对不对 那月季线两者同步上扬 它代表的是黄金交叉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现在年线没过 那我们就先把年线 先把它去掉 我们来换季线 现在季线的成本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好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礼拜一 在这里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到了下个礼拜一 是六月份开始 然后到了下个礼拜二 季线的成本就从这里开始 一路往下跌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股现在的季线 是下压的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 整个季线会开始走平 然后上扬 所以呢黄金交叉的时间点 它会落在六月份 有没有 那落在又六月份之后 黄金交叉之后呢 台股有没有机会供 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说过了 攻击的时间落在六月上旬附近 为什么 因为六月十七号是台子期的结算 你现在离期货结算还很远嘛 所以你光从整个外资的筹码 你就可以发现到 你看 这是上个礼拜五 外资的期货仓位是3.3万口 有没有增加到4万口 没有 反而最近 期货的仓位都还在跌 所以呢外资还没有去做那个 明显的那个什么 要准备去供期货的那个动作 所以呢仓位也不够 所以呢为什么台北股是走整理 因为还要再等时间 好不好 还要再等时间 好 那但是呢 你会一定会有疑问说 老师那个时间到了台股一定供嘛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到了 那你台北股是你要供什么 好那各位 我就有跟各位说过 有的时候我们的分析会比较 啰嗦一点 我们会把整个盘式做交代 因为你台股要供什么 它跟整个大盘到底要怎么走攻击 那是有关的 所以呢分析完之后呢 就是要等着去做布局 那你今天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那现在到底台股要供什么 你要怎么去做布局 好重点来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嘛 今天5月25号 外资的期货仓位只有3.3万口 现在也没有看到它什么 比较明显的增加 或有要接近4万口的附近 那可见的说 因为现在离6月17号 还有一段距离 那你还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之下 外资也不急啊 好外资也不急嘛 那你越接近期货的结算 我说6月上旬之后 这个盘 外资的仓位只要一增加的时候 它就上去了 但是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上去是真的上去吗 对啊 这个上去是真的上去吗 还是说台北股市到时候又在给我那边走区钱 那就很头痛了 对不对 好那各位我就跟他说 台股后面 他接下来 要攻击的指数是在年限 是在半年限 对不对 上面有两条线 那你想想看 那你台北股市你要什么去攻 你不可能说不靠全持股 如果说这个盘你全持股到时候再不动 那当然这盘就上不去啊 对吧 好那各位我们来仔细看台积电 你注意看 台积电到现在为止 它几乎都没有什么动 可是投资本你想想看 台积电到这波的走势里面呢 它也似乎在干嘛 也是在走区间走整理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它到目前为止它是整理形态 它不是走空的形态 你懂我意思啊 好那你再仔细看 台积电在走整理 那大立光呢 也是一样嘛 它回到前低的位置区呢 也是在走整理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其实都没有走空 所以呢反而这些个股在等的是 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 它去走攻击 你这样子你盘才能够过 年限跟半年限 所以呢如果说以这个盘里面来看 你现在的操作策略 朋友我要跟你说 我们刚刚已经提示过了嘛 如果你台北股在涨那些 不占全职的股票 不要说什么半年限 你年限都站不稳 那你既然你下一波要去走攻击 你要去占上年限跟半年限 你全职股一定要动 所以呢我在这几天就跟各位说过 你这个时间点啊 在指数没有动的过程里面 诶老师没有 你要懂得先去做教 什么叫做教 也就是说在指数或个股 还没有动之前 你要低档布局 但是你要布局方向在哪里 这就是我跟他说的 六月份正好是第二季的季底 所以一定会有法人作账股会出来 所以你要针对整个法人作账股呢 你提早布局之后 你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赚 不用说等到涨上来 你再来去追 OK好 那这个如果说这个道理 你能够认同的话 那后面就简单了 要布什么股票 我们再想想看 法人在布局的方向里面 他一定会去找有基本面 尤其在肺炎的背景之下 你营收还能够成长的股票 这是这个盘后面 他要拉抬的股票 所以呢 最近这几天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你最近的新委员 我们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而是带你在低档去掌握 法人要作账的个股 那方向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这两天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有些营收成长的股票 还在底部的股票 我会让你把成本压低 你看哦 这档个股 5月21号开始 我们就跟你介绍 上个礼拜跟你介绍 我说4月营收 它是创今年新高 同学你想想看 在肺炎的背景下 它的营收已经创新高了 因为它本身除了蓝牙耳机之外 还有智慧安防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唯控器的处理器 所以这一类型的 有基本面的股票 它的底已经开始打出来了 对不对 打出来之后就跟他说嘛 支撑有了 现在就看压力过不过 对不对 那各位你注意看 当这一类型的个股有低点 我都会带你先去低接 然后低接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现在这一类型的股票 它底部越电越高 现在已经快过紧线了 对吧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 当我低档带你去买 然后底部越电越高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在这样的盘式指数 还没有完全动之前 我跟你讲 当它一过这个极限 一过它就过去了 这个一过就开始要走攻击了 那这样的技术面 很像什么 你还记得 那时候我跟你讲过生技股 生技股里面的一档股票 你看看哦 那时候是泰府嘛 还在低点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先低接 你先低接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 泰府当你低接完之后呢 它底部也是越电越高 当它越电越高之后呢 到了4月27号 我怎么跟你说 它已经过紧线了 这代表什么 它开始攻击了 有没有 好 那你注意看 4月27号我跟你说 它这里要开始攻击了 可是我不是这一天 才介绍给你的嘛 那时候在低档的时候 这一天在4月22号 我就跟你讲了嘛 所以呢你低档你可以先买 你先买你先买 当你买完之后呢 它底部越电越高 当它一过紧线 我说这个地方要开始攻击 对不对 好 那你注意看 我们都是从低档进场 不是说股价涨上来 我再跟你追 而是我怎么去规划 一个股票它的一个行情 而且这行情不小 你看4月27号 一攻击是不是攻涨停 对不对 好 可是呢你不用追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从4月22号 我开始跟你介绍泰府嘛 32块9附近 我们就开始低接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看 什么叫做紧线过去 它就过去了 低档买完 这一段里面 都是我们会员低接的时刻 因为 我尽量把你成本压低嘛 你都怕追高啊 不用追啊 我们把成本压低 当它后面一走攻击 它怎么走 都是你的 好不好 你去看啊 低档买完 创高 涨了30% 那时候我怎么跟你说 我们的会员成本够低 所以你不用怕它洗盘 结果呢 刚刚来到5月19号 它又开始准备走攻击 外资大买 结果你注意看 等到它开始攻击 你都买不到 5月19号涨停 5月20号 再攻涨停 第三次了嘛 对不对 好那你仔细看 结果后面泰福呢 再创新高 从低档买完 一个波段起来 我问你赚多少 头上没有 你大赚超过五成以上 问题是这些个股 它已经过去了嘛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低档 已经错失了 当初叫你买 你不买 我现在回头来看 哦好可惜哦 怎么搞的 涨了那么多啊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说嘛 现在涨上来的股票 你就不用追了 因为这些股票 拉高之后 我们都开始逢高调节 那你是我会员的 你获利5成以上 那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我现在 要怎么去抓这个轮动 再去抓这个位置区的股票 好我们回头来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六月份我们要做什么 反而要做这样的股票 现在很多生机的个股 涨上去了 那我只能跟你这样说啦 你不要乱追啦 哪一天你追到最高点 成为市场最后一只老鼠的时候 你会很麻烦啊 但是你现在去思考嘛 整个六月份的台股 当到黄金交叉之后呢 接近六月上旬之后呢 这个盘 它是有机会去勾 年限跟半年限 但是你不能只靠那个 没有全职的个股工啊 所以你现在反而要把你的资金啊 把它拉回来 拉到哪里 拉到这种啊 有营收成长 反而要做这样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说跟你讲的太福嘛 那时候低档慢慢起来 我低档叫你们 当他一过警线之后 我说他要上去了 有没有 结果呢 前面这一段涨三层 休息一下再涨三层 整个波段 大涨六层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拉回来 拉到哪里 拉到法人做账股 上个礼拜低档跟你讲 然后呢 这几天你看哦 他也开始慢慢上来了 当他一过警线 他的走势就像太福一样 后面就是工一段 后面就是工一段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 保护自己的情况之下 又不要去追高 可是不追高你要赚钱啊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赚 啊涨起来我再来追 还不是一样 所以我说嘛 如果你能够去掌握 这个盘的脉动 那你今天就能够抓得到 这个盘后面到底 他要涨什么股票 所以咧 我们现在会员都在布局什么 六月底 法人要做这样的股票 那这种营收成长型的个股 我们开始低接之后 他开始慢慢来到警线 那我接你哦 赶快进场 因为这类型的个股 在这两天他要过警线 当他一过警线之后 他就像太福一样 过警线上去就上去了 所以呢 你要把你的成本压低 后面再赚一段的机会 在这个地方 OK 讲得很清楚了 但问题是 我们的股票债准 我们的股票做得再漂亮 像这些股票 这一上去都超过五成 对吧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参与 没有帮助 你没有参与 几乎没赚到 你一直在看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 今天为什么我敢跟你说 你今天看我们的line 你能够赚得到钱 因为整个盘后面到底要涨什么股票 他到底该怎么去走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那如果说你想要提早知道 这个盘后面 能够让你大赚的方向在哪里 我建议你啦 还没有加入like 赶快加入like 那加上呢 后面要攻击的个股 法人做这样的股票 我们已经帮你抓到了 而且我们持股不多 我不跟你买一堆 我们就稳稳荡荡的 就是做这么一档 做这么两档 你稳稳荡荡的 能够用你有限的资金 去赚取更大的一个 波段的一个利润 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认同 我们这样操作方式的 很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尤其到目前为止 如果说今年到目前 因为肺炎的关系 你都没有赚到的 老实讲也蛮可惜啦 那要怎么赚到 如果你在前面这一段日子里面 你没有做到生计的 几乎也赚不到 但是呢 前面的生计股 台康生 大赚有七成以上 泰福五成左右嘛 还有一些电子类股 但我们再来讲 五月份 我们再赚这些股票 你看我的赖你都赚得到 现在六月份 我要再赚 法人的作战股 那如果说你认同 我们操作方式的 各位我们有一个 168到封关 好不好 时间长一点 要让你赚得更多 那认同我们这样的模式 欢迎你 广告之后 来电咨询 好不好 那待会儿回来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盘后面要长什么 攻击的主轴 主轴在哪里 主角 放在哪里 后面他会牵动到 什么样轮动的一个方向 待会儿回来 我给你做详细的解说 好不好 休息一下 questa 我已经是一样的 百分之五十 六月份将要带你 掌握法人作账股 新的轮账股即将展开 请把握大转波段的机会 168带你转到封关 速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头部肖老师 五月帮你掌握生计股大行情 台康升大涨70% 泰福大涨50% 六月份将要带你掌握法人作账股 新的轮账股即将展开 请把握大转波段的机会 168带你转到封关 速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好欢迎回到现场 目前指数稍微有拉高了 那是涨了53点左右 但是今天有一个特色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说因为没有量 现在成交量1300多亿 那已经快收盘了 那到收盘大概1500左右 所以量都缩了 可是量缩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尾盘怎么拉高了 你看我刚刚跟你讲过台积电 对不对 刚台积电还在平盘之下 这个附近 现在台积电已经开始慢慢上来 慢慢上来 可是台积电到现在为止 还是整理盘 还是整理盘 那台积电整理盘 那你看大力光 到现在为止来到前提 也是手整理盘 那这样的盘 因为为什么这些个股还没有动 因为时间还不到 因为我上个礼拜 就有跟各位讲过了 台北股市月季线的黄金交叉 要到下个礼拜 差不多礼拜二过后 这地方就黄金交叉了 那你整个台股的攻击 会落在 就是6月上旬附近 所以后面要特别的注意就是 来到下个礼拜 列到后半周之后 那个外资的期货的仓位 它是怎么布局的 到现在为止只有3.3 因为没占到4万 因为时间还不到 但是当整个黄金交叉一出来的时候 你要特别关注那个筹码 那个筹码如果说 一开始补 外资的仓位一开始补多的时候 接近释放口 来到释放口之上的时候 就像我跟你说的 台北股市6月上旬之后 它不只要过前高 它反而上面还要去挑战什么 年限跟半年限 OK 可是这个盘很多人还是觉得很难做 为什么 新春高红盘之后指数又跌下来 因为肺炎的关系 跌下来之后现在又涨上来 那这样的盘其实不是难做 是你的个股方向 做得到底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加入我们的line 或看我们的节目的 我说过这个赖会给你方向 我要让你看赖就赚钱 那投资本你先想看 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以生计为主 生计的个股呢 我也不是去抓一堆 你来仔细看啊 当初是怎么跟你讲的 你看啊 那个 封关前啊 你会觉得老师那已经很久了 对没错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布局生计 那时候1月6号 我说你资金小的投资朋友 可以留意这一档 低价大标股 图形就在这里嘛 有没有 那时候LINEX还没有要收钱啊 所以我们都是用写的 那现在LINEX要对我们收钱 我都是盘中录影音给你听 OK好 所以那时候呢 我帮你抓的是高端疫苗 我只抓一档 我只抓一档 生计股我没有乱枪打鸟 因为生计这样的股票 你买越多 有些个股如果你越买越多的话 其实要预防就是 哪些股票你追到高点 但是我们集中火力 去做波段操作 找底部的股票 那时候我就跟你讲高端疫苗 结果你发现到 农历年之后呢 这段先赚20%嘛 打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在买 因为那肺炎的环境还在啊 结果呢 一个波段起来你看 20加45 超过5成啦 好那各位这过去了 4月份 我跟你讲下一档高端疫苗 排康生计 那时候你看我节目啊 或你看我的line 我也只介绍一档 就一档 好不好 我们集中火力嘛 我们去做一个波段操作 而且买在底部 你很安全 还没有动 还没有动 我都跟你讲 下一档高端疫苗 今天我跟你讲的股票 不是说等它涨上来 才来说啊 是我们要怎么去创造一个 一个潜力的个股 怎么去赚它这一大段 所以呢当时还没有动之前 就叫你先低接了嘛 有没有 4月6号4月10号 那个地方 买 买完之后呢 一发动起来 一过井线就过去了嘛 你看 因为你买的低 中间这段你不会被洗掉 结果呢一个波段起来 90% 可以啦 好那再来 那你措施了台康生计 后面我是不是帮你去抓了一档太福 对吧 50% 好那各位 可是我要跟你说 4 5月份我们抓生计股 但是6月份 我们要再赚的是 法人作战股 因为你6月份 那你这个盘载不上去 那就不对了 盘了那么久都上不去 盘了那么久都上不去 那筹码会乱掉 所以呢你整个6月份 你台北股市正好又是 技术面的黄金交叉 所以你全职股要动啊 但问题是你现在全职股要怎么动 法人作战股要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来说啦 你还记不记得我4月29号 我跟你说5月份 乘盘的指标在哪里 在玉金光 对不对 那时候赖也跟你讲过了 玉金光的股价 当时低档买完 这一涨上来 涨了58块 那时候你做台积电 你做其他的股票也好 也没有这档个股稳当 所以呢那时候玉金光上来 好我们来仔细看 玉金光的股价 我认为了 这一波的股价正好拉回之后 它又回到月季先附近 照理说 整个6月份撑盘的指标 除了台积电 大力光要动之外 玉金光的股价 它还是要动 可是光学类股在6月份会有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那时候整个玉金光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其他的光学股没有动 比方说什么 3504 阳明光也没什么动 3019的亚光 那时候也没什么动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台北股市如果说你要去过年线跟半年线 你现在一个族群起来不能只有龙头动 后面呢 其他的族群也要跟着动 所以我认为了 3406的玉金光 这波的走势里面到6月份的时候 它还有机会在空 可是它不会只动玉金光 因为下一波的走势里面 它连其他同族群的个股 在低档的股票它也要动 为什么 因为有些是什么 法人要作上的股票 所以还在低档里面 比方说阳明光 雅光 这类型的个股 我建议你要注意 6月份 6月份 这些股票它会起来 所以有低档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做布局 懂我意思吗 好 那再来呢 剩下的其他的法人作上股 刚才跟人们说过了 底部越电越高 那如果说 你今天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帮你去掌握 整个市场后面 要轮动的方向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需要 也欢迎各位来电做咨询 OK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刷YouTube订阅 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同步肖老师 五月帮你掌握生计股大行情 台康生大涨70% 泰服大涨50% 六月份将要带你掌握法人作账股 新的轮帐股即将展开 请把握大转波段的机会 168带你转道封关 速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